好了 我們營業時間 記住明天的營業時間 雖然可能也有人聽不到 因為有些人可能翌日才聽 好了 我也要講講我們的offer 我連日的出擊之後 我們的生意 因為我再講多次 我希望史提也要明白 其實在我來說 我賣的東西 賺錢當然是天經地道 但是真的不是我的初心 因為我最賺錢的東西 其實真的不是靠這些 靠這些 老實說 始終 一買一買你賺得多多 說真的 問心一句 你始終是不夠我們 例如做大人去買樓 去外國搞居留 那些就只要賺錢了 好了 但是為什麼要繼續做呢 第一 我這期大人不幫人去買樓 第二 其實我開心分享 那個本意真的很大 首先 我先講講黑卡 黑卡的介紹很久了 黑卡的正式 我們黑卡的詞 那時候講明一批 現在你有第二批 你們放心 因為是有不同的 去黑卡的那批 其實那時候我們夠忙 MMEH 就是說要幾多個人 繼續去支持 才會去繼續做這個節目 如果不是要剪節目 就說這一招一出 那我所知道 土屋幾天都會過來的 但是他們也可以有黑卡 做黑卡會員 那是很exclusive的 不會再有的 那黑卡其實就是這一張 但那張有些不同 它是有號碼 還有押名字 現在這一張是白卡 但這一張為什麼 我也要給大家 因為以作招來 第一 也都希望大家 有個記憶 有個紀念 如果日後我們真的分開的話 有一天你打個櫃桶 這張卡 你忘記了 慢慢一年 你知道我們好像天上的雲 一樣有散有罪 忘記了曾經有幾年 原來每一天傍晚時間 每一天早上 每一天晚上都會重溫 一個啤梨晚步的時候 你忘記了 但有一天你搬屋 或者你要移民 或者你撿屋的時候 你找回 這個什麼東西 一看到這張黑卡 我希望這張黑卡 都會帶來你很多回憶 其實這張黑卡都很精美 第一天就是我的樣子 這個樣子就是老師給我拍的 2012年很多人以為 我是尾圖 不是尾圖 我是這樣有型 不過這個是 現在說說是九年前 比現在收到這個七十磅 寫著 Berry Evening Post 啤梨晚步 有我們的Logo 其實是有個啤梨裡面 讓你們看看 小小看 現在你們看不清楚 啤梨裡面有隻馬 其實印刷是非常精美的 拿一張黑卡 就不代表你很圓 要立刻在這張卡後面 大家看看 記得認真 先簽個名字 好了 那現在我們 那張黑卡這麼簡單 當然不是 我首先要做一個 做一張 我們拿到這張黑卡回來 我們會做什麼 我們的工作人員 有多少麻煩 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人說很漂亮 這樣看下去 很漂亮 OK 首先呢 我們要把一張黑卡 放到這個位置 應該有個 有個 雙面膠紙 我現在沒有雙面膠紙 然後 我們 很Welcome 各位朋友 歡迎你們成為 啤梨晚步黑卡國際會員 威多個是 就當然了 有資格做 啤梨晚步黑卡國際會員 你們這次 你們這次 撿梨 全部 你們什麼 混蛋 別想著你這樣救我 有什麼優惠 要看我的心情 其實是沒有優惠的 做什麼救 這麼容易做黑卡會員 我們有一個賀詞 真是歡迎 好了 放了這些卡 我們摺不摺 這個工序也不容易 摺不摺 不過有狠的 然後還沒夠 你給我們做事 認真度 還有一個這樣的套 好的 放了下去 還有質地 你看看 是很漂亮的 只是LV級 Hermis那些 你看看紙質 真的很漂亮 你銀行的東西 都沒那麼漂亮 好了 還沒夠 咦 這裡有一點膠紙跡 黏下去 是黏的 如果這樣你就很黏了 我們是有火七 不過我不是真的用火七 我用火七貼紙 大家聽著 火七的貼紙 火七貼紙上面 你們看不見 又是有個啤梨碼的 什麼 Logo 然後外面的套 又有個Logo 好了 這裡寫著 Berry Evening Prospect Member Cup International 真是很狠高級 那怎樣拿到這張黑卡 現在整個黑卡會員 真的太狠多了 首先 其實過去我們一直 都不是很推銷我們的會職 但是不退銷 不退銷 都要退銷 水緊就好 那天我黑完發覺 原來我的白卡 因為我們一印幾百個 要有名的卡 其實一印一張卡 人家的數量就大了 我出黑卡就出幾百個 那數量大 我放在那裡 那怎麼辦呢 突然間我凌機一觸 以前 一直做我們會員 我們就說會有張Pentium的白金卡 給他們 那我現在upgrade他們 之前做我們會員的 你快點上來 不用續會的 你是我們的會員 只要是我們的會員 就可以拿出黑卡 但是現在續會 就真的很有利益 怎樣有利益 我已經說了幾天 現在續會 一年年費998元 有什麼 三選二 佛叫牆 金湯刺 紅燒刺 就是你剛才吃的那個 賣280元一個 你選兩個 是不是570多元 再 再不夠 加一個 老龜龍 龜靈糕 很厲害 一會兒你去吃 很厲害 很厲害 我說不出這麼厲害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的材料 真是很厲害 那為什麼你不說 不說當然有些原因 真是很厲害 價值348元 老龜龍 六硬龜靈糕 加上去 900多元 好了 那你要多少錢 那賺多少錢 當然要 好了 那你等於送會職 你做會員 究竟有什麼優惠 第一 真的有張卡 是自己有的 第二 你就可以除了聽 就是除了看YouTube 看Live 或者是從溫YouTube 之外 其實你可以 去我們的網站 登入之後 你做會員 我們有個密碼給你 有個密碼給你 有個會員名稱號 登入之後 去聽我們的現場節目 MP3 在街上做事 就沒有那麼尷尬 OK 又或者 你聽著的時候 旁邊巴士的兩個人就不知道 如果你在這裡看 就算你戴著手機 他就看 你兩個人看這些 什麼 你兩個人看這些 玩忠亂港人 對吧 又或者當然也有可能 自己有的 但是我想私隱一點 有些人低調一點 聽 那你就可以聽了 就不用 尤其是有些人 想打遊戲 一邊打遊戲 畫面開著YouTube 又霸著你打遊戲 是 那做會員就真的很有利 這樣也未夠 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進入我們的網站 下載我們的節目 當然有 聲音 即是說你可以從2015年的節目 幾多集 千集計 下載了啤梨漫步 我跟你說 如果有一天我們真的 say goodbye to F-body 不要緊的 你從2015年的節目開始 不斷聽 聽六七年後 不記得了 又再聽由2015年 不斷循環聽 其實聽幾年你都到頂 你都死了 那啤梨漫步每天陪著你 所以真的很有利 明天你們繼續快點上來做會員 明額有限 一刻一送完 就 畢竟都沒有了 好了 這是其一 其二 其實我今天截單 給日本的數目 我都給了 但是呢 我都要再追多一次 為什麼呢 今次的反應非常容易 我們逐一張相片 逐一張相片 逐一張相片 我每天都要這樣做 現在就要賺錢 這個呢 其實你們要訂的 就是今晚之內 我都不要特別稀奇了 這一隻是林康政最喜歡吃的 醬物磅 可以做刺身 兩條 399元 日本醬物磅 不是加拿大 不是加拿大那些 那些 加拿大 你先吃那些 OK 398元兩條 但是今晚如果 你立即WhatsApp 入到數給水王 就訂得切 不然其實就訂不切 所以我不特別說 再去 這個海膽不知道為什麼我吹完之後 你有沒有 真的很誇張 這個真的太難 外面賣八九塊水 我賣五九八 好吃都不得了 不是你們吃開那些海膽 100%保證 OK 不過呢 又是要今晚之內 如果不是也是 因為我不會訂多一盒 一份我也不會訂多 就是你們訂多少 因為我星期五才是機 在日本的築地寄過來 星期日錄到香港 那就馬上拿貨了 是這麼新鮮的 你說我們現在做生意 多辛苦 多辛苦做了 師弟 再去 竹龍卷 其實我怎麼都拿了幾十盒 訂得切 訂得不切 星期六上來碰運氣 再去 八爪魚也是 我怎麼都訂多三兩十隻 訂得切就訂 訂不切 星期六上來碰運氣 但是碰運氣才買不到 不要吊齊我 OK 這個真的很冷靜 好了 這個就不用訂的 我一定要吹一下 我又不能夠拆一隻給你吃 這個是我吃過最好吃的牡丹蝦 我不敢說是否真的好吃過我吃過最好吃的蝦 還是我最好吃過最好吃的牡丹蝦 那個鮮度 甚至乎蝦子 多到蝦子 獨立用來炒飯 而且 799元一盒 兩公斤 有三十幾四十隻 可以買430元一公斤 有十六七隻 但這個也不是銷售用點 再去 這個牛肉我平時也有 如果喜歡吃牛肉的一定要試一下 可能是全香港最貴的牛肉 7塊598元 但是 不說話了 你孤狠韓不肯吃的沒辦法 這隻是A5級頂級的冬棋和牛 不是最好我不買的 也不是我的最重點 重點就是這個肚子 我真的想不到昨天說完我去逃土運 你有沒有聽過逃土運 原來日本人 其實不是日本人 我們民族學家都看的 從來都有過逃土運的事情 就是由夏至到鬼門關大開 即是農曆7月1日之際 吃任何土 連續三天 每天吃一個就可以轉運 就是你欺老財 行欺運的也可以轉運 又或者 我昨天說過現在不記得 你不知道新小肅 那些不幸運都可以逃土運 但這個土真的好吃到不得了 而且我買得便宜 598元 你有沒有大唐嶺土 那個甜度 你咬下去真是不用說的 快點訂 因為我不會拿多 我可能也會拿多 我其實想 拿多幾套 因為 水果始終 因為我叫他給一些 不要那麼熟的 有幾天可以放 大家快點訂 快點訂 但也不是我的重點 你重點是甚麼東西 再去 不是這個 沒有了蟹腳嗎 沒有 沒有了蟹腳 不要緊 我先說蟹腳 我拿一盒來給大家看 你咬下去 各位手安無措 為什麼呢 我特別喜歡買蟹腳 因為 那天我吃完 我認為最好吃蟹之後 然後很多網友上來買 這兩個人買得很誇張 已經馬上有網友說 心裡沒吃過這麼好吃的蟹 我告訴你 我平時吃過最好吃的蟹 第一次就在馬來西亞 吃過印尼的蟹 因為它又炒得很好吃 我記得鹽燒蟹 那些我不說 這些蟹我一向沒有興趣 因為沒有蟹味 其實只吃一口肉 我猜不到 是有蟹味 一口肉 你咬下去了 還要買這麼便宜 外面蟹腳有沒有 大把 人家那些 人家那些 對呀 那些真的跟我們的品種一樣 這麼粗糙 中間這兩棵 那些 哇 那個蟹身 好好吃 因為一捉了帝王蟹 這個是在俄羅斯 然後去日本加工的 俄羅斯人 你猜一捉了帝王蟹上來 負60度 我經常講的 強調 立刻將它急凍 在船艙上面急凍 然後運到日本 日本人用它的技術 將它大射八塊 斬件 熟了 回去 你不好吃 你回來找我 我不但原諒鳳環 我被你打三拳 那些網友說 至少要賣698 為什麼要賣598 這是love to everybody 是因為我愛你們 我希望你們試一下 不要讓人按摩 長腳蟹這樣就好吃 去得無知 我不想那些網友 黑格會員 被人說 原來你很無知 人家會怎麼醒你 你現在印尼來 好吃 雞薑蔥菜 好吃 怎麼會翻身這些長腳蟹 一向我那個概念 其實我是很棒 屌你老母 正如我前天說 阿東有牛腩 你吃過沒有 不吃牛肉 你不吃牛肉 你不知道 你如果沒吃過這些蟹 就等於你說吃牛肉 而沒吃過阿東的牛腩 一樣 你是一個無知的人 屌你老母 你一個心腸不解毒的 你不吃牛肉 如果你媽媽 你老婆喜歡吃蟹 你不想買 起碼買一份給你試一下 還有幾個大體 日本的食物很好 我今天才說 我屌你老母 去年我經常買這些東西 有時候這些都被穿了 為什麼 因為那些學尖 但是這個 人家是日本人 因為他知道會這樣 磨掉了 還不夠 這些膠是比較厚的 日本人 屌你老母 賣598 我昨天 我做完節目 賣了八隻 八盒 訂了 我來了六十盒 但是今天 我在貨場上 就買了六十盒 那些人還沒來 然後叫他三點鐘 你快點 你來急貨 他又來了 又來了又賣了 我為什麼會再叫他來 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蟹中之蟹 屌你老母 這個蟹中之蟹是怎麼吃的 很多種吃法 有些人可以說 又買了 多謝大家 屌你老母 好 既然大家這麼忍支持 我決定 再便宜一點 買一隻蟹 有什麼可以便宜一點呢 送你一枝細噴噴 夠容易起床吧 屌你老母 買一隻蟹 送一枝細噴噴 讓你回去噴頭髮 因為 話說話 我們可以噴噴 就是聖水的所謂 今天網上叫我和你們說 他發現了什麼 每天洗完頭 慢慢洗完頭 然後噴噴噴在頭上 然後用風筒吹回去 她的頭髮油順 很爽 我這麼懶惰 她說 快點跟網友說 好 我就送一枝細噴噴 屌你老母 她說 當我求你們 給個機會自己 給個機會來媽媽 那些女人很喜歡吃蟹的 試一下這一隻 屌你老母 好吃到我還沒 我吃成那天 你知不知道那天 我有一套節目 跟阿成他們 我是沒吃過的 其實我最喜歡第一反應 我一吃下去 我突然間 是沒有了 只是聽到那些歌聲 在我耳邊 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首歌出來 他的眼光 他的眼光 好似好似星星發光 是不知道為什麼 一個人亂了 他的味道 已經是在我 整個人的觸覺 知感 那個世界觀 都錯了 為什麼他會這樣 的微 鮮的蟹味 我們這些鮮蟹味 通常是那些 小隻的鹽仔 那些鮮蟹 那麼大隻 淡淡容易有蟹味 就是說 有一條女兒 又好服務 又養嶺 是衝擊的 通常樣子就沒有服務 你很熟 師提 或者 好養嶺 豬蟹很好的 你有沒有突然找到一條女兒 她樣子好漂亮 身材很好 然後我服務 我吃蟹就是這個感覺 真的好 五百九十八元 這就是我主要的 明天呢 你們 我今天講完 我一會兒要再叫貨 因為我怕她來不及了 你們呢 記住我明天是十一點至六點 好了 那怎樣吃呢 蒸炒煮炸都可以 但多糟糕 怎麼會蒸炒煮炸這些蟹 所以我們煮粥一定好吃 我們那天呢 我專門叫個網友提醒我們 我們是啥啥啥的 解凍 拿出來攤一下 晚上吃 好了 播了一張照 那天我就吃這個醬汁 不知道你們找不到 七五九有的 其實看不到一個糰字 然後什麼野菜鍋 大家忍住它 我們播放久一點 那找不到這隻 不要緊要的 屎紋身 但最重要就是不要找些太鹹的 即是遮蓋了蟹味 是 好了 切一些紅蘿蔔 白蘿蔔 甘菇等等 有些人喜歡放些皇帝菜 然後 我們那天晚上就馬上想 嘩 吃完後再放烏冬 或者放一碗飯 然後打一隻蛋 攪一攪 看他 Come on This is Japanese style Come on Japanese living style 各位朋友 屎你有沒有 不是這樣 是不是 回來回來 屎你有沒有 這樣也不買粉 五百九十八 再送噴噴 屎你有沒有 太懶惰 上來順便入會 拿多兩個次 拿了桂林高 拿了一張黑卡 加起來花了多少錢 九百九十八加五百九十八 一千五百九十六 一五九六 Come on OK 好了 真的很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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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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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冷靜